Hello 大家好 莎姐 莎姐明天未必會 即是今天 剛過了12點 應該不會上班 因為我氣管狀態太一般 加上我的口罩是消毒過度 有陣味 所以戴起來我都很辛苦 會頭痛 所以可能過了兩天才上班 等自己休息多一點 因為這幾天天氣轉我都差一點 因為我本身氣管藥都差一點 講一個重要的消息 這麼晚都拍 是剛才看到的 Safe Hong Kong 呼籲Safe Hong Kong也是我們藍營玻璃珠的聯盟 雖然我不是去聯盟之列 不過我覺得也有意思 所以就跟大家說 Safe Hong Kong現在呼籲 各位愛心轉送口罩給有需要的人士 如長期病患者 長者和小孩 如果大家有多口罩可以送到以下 藍營的社區辦事處 他們會轉發給機場有需要的人士 多一點 少少無虧 沒有的話 他們也需要你們的精神上支持 之前也有人說過 如果你有十個口罩 你可以戴一個在心裡 給有需要的人 現在我又覺得更加好 他們收集 他們說 基於衛生問題 希望大家轉送的是獨立包裝的口罩 好不肯殺 全部都不是獨立包裝 並且說明Safe Hong Kong捐贈口罩 說明Safe Hong Kong捐贈口罩 他們接下來就會有義工行動 大家就密切留意 把獨立包裝的口罩 在辦公室時間交到以下特地的藍營地點 時間和地點暫時有這幾個 藍營的辦事處 他們遲些會不停更新 九龍城區有楊永潔議員辦事處 在土瓜灣安徽街3號嘉信大廈2樓 辦公時間一至五 九點半至六點半 星期六 九點半至一點 星期日休息 另外一個在九位城區的 何華漢議員辦事處 在九龍啟德 德朗邨停車場地下 辦公時間一至五 九點半至六點半 星期六 九點半至一點 星期日休息 深水埗區有陳詠一社區聯絡處 在九龍深水埗麗安邨 麗德樓地下3A室 辦公時間一、三、五 十點至五點 二、四十點至馬黑八點 星期六下午兩點半至六點 星期日休息 另一個辦事處就是 有一村之有辦事處 不是 是深水埗第二個收集那個 有一村之有辦事處 聯絡人是李梓敬的 有一村海棠路21號 有一廣場4號鋪 營業時間一至五 十點半至六點 六天休息 然後 深水埗第三個辦事處是 梁文廣社區服務處 在九龍深水埗 赴昌村 赴城樓地下十六號 辦公時間一至五 十點至六點 星期六十點至六點 星期休息 觀塘區 歐陽 君樂社區聯絡處 九龍灣啟業村 啟城樓 地下九號 啟業社區協進會 辦公時間一至五十點至六點 沙田區 潘國山社區聯絡處 大圍田心村 六十八號地下 辦公時間一至五十點至六點 星期六十點至一點 第二個沙田區的 就是羅伊林社區聯絡處 馬甘山復寶花園 商場一樓 F9號鋪 辦公時間一至五十點至六點 星期六十點至一點 星期休息 時間可能會有更加更多 如果有什麼協助 就可以聯絡 Safe Hong Kong 和政策人 新售糧絲 When you learn 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可以捐助 因為我知道有些是不能撲口罩 尤其是有些老人家 是不能撲口罩 第一就是可能是不夠人快 第二就是未必給得起錢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多的 可以捐少部份 尤其是如果你真的後悔 當初買了這麼多的 你可以做少少 遲事物 或者捐少少給他們 因為其實你看到現在陸陸續續不停有店 都已經開始有賣 不是說很大量 但是日日都有店 說有發福 其實就已經不再需要的擔心了 大家就可以在這個時間 大家共度時間 把這些獨立口罩 可以分給一些有需要的人 因為有些真的說 買不到口罩 有得死就死 其實我想你捐出口罩 不是說吃虧 其實都是有賺的 因為他如果是有感染病的 無論是疫情也好 難聽一點 他感染流感就更加大 你給他一個口罩 其實都是阻止病菌去散播 我們那天看一個很有趣的 我跟老人家說 他們說 菌都是來自於蝙蝠 當然有很多人說 因為蝙蝠有三隻菌 因為蝙蝠有特別的生理結構 所以可以有菌營發病 我們就說 蝙蝠被某些動物吃了 然後大大大大 我們說笑 就說 鬼咩 當然有病 我說健康的動物 怎麼會被人摔 通常蛇可以摔得你的 可能你本身是有病 或者蛇本身也有病 如果蛇本身也有病 它可以摔到一個物品 那麽的物品當然有病 有病 就不會痰痰痰痰痰痰 所以是菌加菌 我們只是開玩笑 但這也是事實的 所以我覺得 希望大家都能夠在這段時間 共渡難關 面對疫情 也要看一看 流感一樣是恐怖的 大家不要忘記 流感的致命率是高於武漢肺炎 所以大家同時注重肺炎的時候 都要留意流感 另外一件事 經濟 我想有些人說經濟比疫症更恐怖 這個事實 如果你沒有飯開的話 什麼醫治都沒有用 你都沒有錢去醫 所以我們都要注意這件事 大家希望共渡時間 不單止是武漢肺炎 流感和經濟的嚴寒 希望大家一起捱得過 我都相信我們可以的 好 加油 今次說到這裏 拜拜